明明都在停等 紅燈卻突然有轎車從後撞擊 當時三輛機車 被撞得瞬間往前彈飛 過程中因為劇烈的摩擦 地上都冒出紅色的火花 可是白色轎車 卻一點都沒有減速 持續往前 最後撞擊到路邊的電線桿 車尾還騰空往上才停下 有聽到第一個撞擊聲 然後完全沒有煞車 然後他就一直 一路的加油門一直撞 還有加油門的聲音 就是完全沒有煞車 反正油門就一直 然後一台摩擦車在線 就是他撞飛的 然後一直往前撞 造勢車的引擎蓋整個凸起 機車零件四散 車體也嚴重變形 警銷道場聯盟將受傷騎士送醫 車禍發生在10號晚間9點半左右 地點在淡水中正東路 這起事故也造成4人受傷送醫 其中22歲的陳姓楠 大聲傷重不治 警方調查開車理性男子 往淡水市區方向行駛 先撞擊行徑間的林姓騎士 之後又碰撞在路口等紅燈的 陳姓死者和黃姓騎士 造勢後駕駛胸口疼痛 但意識清楚 工程因為謊神才闖禍 他坐在人行道旁兩眼無神 引起警方懷疑 結果檢驗他持有的電子煙煙蛋 呈現毒品陽性反應 是不是毒架警方還要釐清 但這劇烈的撞擊也讓男大生 今年的母親節缺席了 TBS綜合報導 想看最完整的新聞內容 記得下載TVBS新聞網APP